在这里我想跟大家报告 我们刚刚完成了一个呼吸道症状的病例监测的药物 我们监测了334个有呼吸道症状的药物 结果还是非常好的 证明了这个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 并没有在社区当中形成传播 就目前接着来说北京的策略 还是外防输入内防迫散 因为现在大部分的这个情况 都是刚才我介绍的 是有湖北的生活史 旅行史或者是病例的接触史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